但是 能治 能治啊 对 我能治 而且至少有七成把握 如果治疗过程 王婆你们能听我的 那至少有八成把握 真的 可你是女大夫呀 咱这儿有女大夫了 你真能治啊 女大夫怎么了 王婆 你想想 做饭 缝补 打扫 收拾 你会做得不如王老伯吗 那不能 我比他能干 那不就是了 女子也是聪明能干的 这学医啊 任任学位 任任药材 学把脉 学病理 只要有人教 只要肯好好学 那不都是能学的吗 咱们这里女大夫少见 只不过是因为女子没人教而已 我是正好遇到了好师傅 有师傅教 那怎么就不能治了 他对病患 他对病患和病患的家人 真的是非常耐心 也非常温和 但为什么对他就不是这种态度呢 可 可你这震惊 肯定很贵吧 我家没银子呀 是真没银子呀 要不然我家老头子也不会急着买那些药材啊 季老看着傅招宁 又凑过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方子 叹了口气 这样吧 兔儿 你这单上的药材啊 大部分是咱们药盟里有的 我回去之后可以让他们低价给药 缺什么药材 我们要管提供 谢谢四头公子 怎么回事啊 公子好像一遇到傅小姐就格外不对劲 以前公子也不是这样烂好心的人啊 药方都不看一眼 那万一傅小姐药方上有很珍贵的药材也要给吗 公子到时候可不好跟老爷交代 王婆 我的诊金也可以暂时不用给 不过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王老伯他昨天是去了哪个地方找到的苦精疼 不瞒你说 王老伯的伤 要是有这个苦精疼 那可再好不过了 那药材他正好用得上 是 而且很适合 那要是去挖到药材 可以抵别的药材和你的枕金吗 可以 我去帮忙找 到时候我们看看这药材有多少 然后再商量怎么分 你看行吗 有我呢 用得着你帮忙找啊 既然说了是帮忙 那有本事就别提药分药材的事啊 明天见 爹 你可是说了 切出翡翠来 要给我和赵宁各打一个镯子的 可不能赖皮 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